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台 联邦财政部长麦乐 今个星期初突然提出了请辞 他宣布时 已经向总理杜鲁多表示 不会再参加下次的大选 亦決定辭去財政部長的職務 外界認為他的辭職是因為We Charity的醜聞 不過早前亦有輿論說他跟總理道路多不和 究竟事件是怎樣發生的呢? 今晚跟我一起討論這個議題有兩位嘉賓 分別有聯邦保守黨國會議員趙鎮榮 你好 大家好 另外亦有時事評論員董達成先生 你好 大家好 另外大家亦都可以去到我們的網站發表你們的意見 我們的網站是www.bhrtv.com 點擊時事平台的圖書 就可以去到我們的網頁分享你們的看法 另外觀眾亦都可以去到Facebook 搜尋時事平台是找到我們的 首先問問兩位 想知道其實很多的猜測是不同的原因 就說麥樂為何會辭職 但你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甚麼呢? 不如Kenny先說吧 漢森 我想大家在看政治的一些情況 就看到其實很多的政治的炒作 或者是當中有些人是想嘗試去 即是玩弄的情況 讓你去相信 那個原因是這一方面 或者不是那方面 其中一件我想帶給大家看到的就是 當麥樂要辭職的時候 在他辭職的公開之前 那個星期其實在我們加拿大傳媒裏面 在報章裏面很多人的陰聲細語 就說麥樂和小杜魯多之間產生一些不和 有些東西咬不完 即是咬不完 總理辦公室立刻澄清的 他們說是即刻說沒有的 我們說對漢森物樂的官方的說話 當然是 這個台詞是這樣 因為你想想 五年多裏面他們共事 五年多裏面當中經歷過很多的事情 包括了我們的新冠肺炎 這個pandemic的傳導 怎樣去進行這些program 五年裏面從來沒有聽過他們兩個不咬嚴 突然之間在他辭職之前 一個星期 就有很多這些傳聞 就說他們兩個談不完 諸如此類 然後接著他就辭職了 那大家想想 他的真正原因是什麽呢 第二 我們大家知道 其實如果用總理杜魯多所說的 他是希望能夠重啟我們國會 有一個施政報告 讓大家可以重新啟動 我們的國家 在面對著這個新冠肺炎的流感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其實他可以在23號施政報告出之前的22號 能夠去解散 去停止 終止這個國會 然後接著就可以宣佈這個施政報告 進行都未得未定的 是吧 那爲什麽他要在現在這個時候 在We Charity的醜聞正直高峰的時候 當很多有三個的國會的委員會 都要在這裏排隊聆訊他的時候 在這裏看著很多的資料 他一定要提供的時候 他突然之間就說 我們不如終止這個國會 然後休息一個月 然後接著22號、23號 才能夠復會 進行這個施政報告 所以給我們其實明眼的人都看得到 這個不是真正的原因 不咬嚴、重啟加拿大等等 這些等等都是藉口 真正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不能夠讓這三個的國會委員會 繼續去調查 這個We Charity 背後的很多黑暗面 亦有很多貪污腐敗的事情 Kenny認為 其實都是We Charity的主要原因 不想默落出來作證等等的事件 Kenny,你又怎麽看呢? 會不會他跟總理度很多不和? 還是他可能在財政上 例如新冠肺炎的財政管理上出現問題? 還是正如Kenny所說 不想他出來作證等等的不同問題 你猜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麽? 我想在我們作為客觀 在觀察加拿大的政治 如果你說 過去這麼多個月 在新冠肺炎之下 其實我們說 那個資助加拿大人 在這個疫情之下 在家裡 是不是那個費用很多呢? 可以說赤字可以飆升到二億計 是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呢? 那裡面傳道就說 我們總理和財長 大家都有個矛盾 就是一個要花多一點 一個就花少一點 或者怎樣去回復經濟 我想在這個方面我們見 我們一直都會賺到 加拿大在疫情之下派錢派得快 但是去到尾就說 在暑期之間 那些學生的暑期工 怎樣去協助他 在武功之下 可以有往年的暑期工的收入 令到未來的一年學業 有一些補助呢? 那我想在這個 正正就是一個轉捏點 就是說 當這個V Charity 可以在武鏡頭之下 一個組織包辦全國的計劃 當然 大家都初時會接受的 如果要快 但是發覺 有很多不妥的要點 跟著呢 當然我們有一個 叫做 有國會 我們有一個諮詢 有操守 那發現呢 Mano自己本身 要付回四萬一元 這個費用 然後才去見這個委員會 那這個呢 正正就是說 他自己本身呢 都過不了這個操守這一關 那當然呢 我們之後呢 看到有很多的問題 那最近呢 你看到那個委員會要求的 所有 資訊 我們國會要求 調查的 我們普通國家呢 我們都有 省都有 就是資訊自由法 當我們呢 其實任何一個人 國民也好 都可以要求呢 有關的這些機構 來往的文件 包括Email 那所以國會的委員會 就更大的力量 那拿了五千頁的報告 五千頁有多少呢 一疊的 寫字呢 十疊 我想呢 普通人都未必拿到十疊 那你裡面 找下去呢 你會發覺呢 已經呢 在大家 那個報道呢 其實 麥樂在之前呢 都有一些Email呢 顯示出呢 他有機會跟V Charity 講過這個計劃 還有呢 他裡面有沒有 真的會影響到 那些官僚 做這個計劃裡面呢 我相信呢 這個委員會呢 一定會有深入的調查 那現在的學庭呢 這個呢 我覺得 作為一個評論員也好 那我覺得這個呢 都不可以接受的 那當年 那麽 都不可以接受的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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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對這麽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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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D終ivel 那麽 那麽 robatt 我們有什麽 影響呢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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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委員會 也 其實對所有的功夫、民主制度、情權 都是一個很大的折扣 謝謝Kenny Kenny我想問一問 其實我們看到這件事 如果大家似乎兩位都覺得跟We Charity有關 在We Charity的醜聞裏面 我們看到總理和很多連繫 跟We Charity包括他的太太 他的兄長要做演講 例如他的媽媽 即是老了很多的太太 全部都有收演講費用 在麥樂的關聯上似乎 沒有杜魯多那麼密切 他有兩個女兒,一個是養女,一個是親生女 兩個都在旗下有做一個 無論是工作、義工等等的問題 似乎其實麥樂可能都不是一個這麼大的關聯 但杜魯多就是一個 暫時聽起來似乎他的關聯更大 為什麼現在是否叫做棄居補稅 就是用麥樂去辭職 導致可以補到杜魯多 會不會是這樣 我相信有些人的分析是這樣 我想他們的分析其實都是有很多的 原因和資料是支持他們這樣做的 因為大家記得好像我剛剛所說的 傳出說他們兩個不拗言 然後有爭論 能夠不合作 真的只不過是他辭職之前的 那一個星期的事 是一個多兩個星期的 但是之前我們沒有聽過 過去五年裡面 我們沒有聽過 他們兩個 因為他們兩個攬頭攬頸 2019年競選的時候 那些海報 兩個穿著粉紅色衣服 然後他穿著肩膀 在麥樂的選區裡面 會不會因為就是V Charity的出現 出現了醜聞 結果兩位就可能有意見分歧 如何處理這個醜聞 可能後續就說 其實你的問題可能來紅了 會不會是這樣 這個是有一個可能 但是我們也看到 就算麥樂他自己本身也承認 就是說總理支持他在OECD 爭取做General Secretary的位 會不會這個是一個交換 就是說你幫我擋一槍 你幫我擋一顆子彈 然後接著我又支持你 去做General Secretary的OECD的位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在騙我們加拿大人去做 我相信這個可能是有極高的一個機會 但是無論怎樣也好 好像你剛剛所說 其實總理他在昨天 國會終止了之後 跟著給剛剛Kent所說的 十答子那麼多的東西裡面 當然 這些委員會 就已經不再能夠傳召證人 去問他們這些關於裡面的資料等等 但是根據保守黨的Pierre Polieff 去看過一些資料的時候 其實已經 令人感到非常憤怒 因為其中一些的電郵 是顯示出總理辦公室裡面的特別顧問 這個Ben Chin 是曾經有 跟這個Kill Brothers Kill Brothers Kill Burgers Brothers 這個V贊助 V Charity的公司的老闆 能夠去溝通電郵 就說多謝這個Ben Chin 能夠去幫他 在當中來調整這個計劃 這一切等等的東西 其實是跟 總理所說 5月8日參加之前 在4月的時候 已經有這些 互動 換句話說 總理 在國會裡面 這些委員會的 聽證裡面 他所說的說話 是不盡不實 會不會 這個再犯一次問題 而這個犯可能就是刑事 這些等等一切 其實作為反對黨 無論是新聞主黨也好 夫人政權或者保守黨也好 他們一定會繼續追究下去 Kenna 你是怎樣看 會不會其實這次 麥樂的一個 辭職 其實是為了保障 就是為了保護 維護到Liberals 也都或者維護到總理道 這個我想在 表面都會看到 這個跡象 但是我想當然 Kenna 作為一個反對黨的國議員 他應該就很 叫做尖銳性去 去看這件事 但是作為一個 在國民來說 在COVID-19 我們怎麼看 這個政策呢 我想最重要 第一件事 有沒有 這個典財 操守方面 有沒有真是 施施授授 我想這個是要調查 我不覺得停了國會 停了委員會 這個可以停 因為事實上 我們的傳媒可以扮演這個角色 還有一件事就是 在裡面已經 大家可以拿到的公開資料 其實在裡面的芝屎馬跡 都可以針對到這件事 當然現在我們說了 一部分是對麥樂 一個很大的 相連 當然還要 多一點的調查 如果麥樂自己 去說出來 當然會清楚很多 我想在早期 我們也是問過一個 這個 Chief of Staff 在裡面的 辦公室的主管 其實 這個主管所回答的資料 都是我覺得 四平八穩的 事實上在這件事 但是為什麽會給到一間公司 就是去 或者一個機構 去處理 一個這麽龐大的計劃呢 其實這個 在我們公眾來講 都要解釋 我想更重要的 一件事就是 接下來的COVID-19 這個執政的政府 杜魯多的政府 新的財長 他的班底 怎麽樣去做好這件事呢 有沒有打到折扣 轉了人之後 我想這只是表現 我想這一個 我都叫做 V的 一個醜聞 在這個事件發生之後呢 其實杜魯多 在COVID 這個 我們說政府派錢 幫助我們的 國民 大家都很接受 他是這麽快 和做得 可以說都是 合理的 那時候可以說過 這個Po 認受性是非常之高 那當這個醜聞 出來了 其實已經跌了 那我相信 這個國會 暫停的動作 跟著我覺得 在公眾眼中所看的 這個表現 其實對這次 杜魯多執政的政府 有一定的 一個打擊 那當然 我想在國民 看一個政府 是不是 好 有操守 和是廉潔 和他做不做到的事呢 我想所有 都是我們 在冷界裏面 要看到的 好 感謝Kent 我們暫時討論到這裏 第二節回來 我們繼續討論 財政部長 為何辭職的風波 歡迎回到時事平台 在我身邊 繼續有聯邦保守黨國會議員 趙錦穎 和時事評論員 董達成 我們在第一節 提到 休息之前 已經提到 民意支持率的問題 當然 我們跟Kenny說的時候 當然是身為保守黨國會議員 一定是問一些很尖銳的問題 但是國民對於這件事有多關心呢 我們看到在COVID之後 自由黨的支持率 可以說直線上升 而在We Charity的醜聞發生之後 他們的支持率是稍微跌了 不算是很多 Kenny 你又怎樣看 究竟民意支持率 因為這件事 會不會令到自由黨大幅下跌 而甚至會不會在秋季見到大選 但也知道因為這個星期 未來保守黨會選出新的黨令 似乎作為最大的保守黨 最大的反對黨 仍然叫做群龍暫時無首 但是選了出來仍然都要用一些時間 去鞏固自己 給大家認受性高一些 或者在領導上也需要時間 去領導整個這麼大的一個黨 究竟秋季大選 或者可能甚至下年幾時大選 會不會有這樣的可能 這個世界沒有什麼是沒有可能的事 我們大家都知道杜魯多 他的如意算盤 就是希望能夠在這些調查 重新啟動之前 因為那幾個委員會 都是一些常設委員會 常設委員會 就會自動 來重新啟動 國會一開始的時候 在這些委員會 他們重新再去調查 這個We Charity的事情之前 然後國會裡面的操守專員 進行的調查 出到報告之前 他要快刀斬斬亂麻地 希望能夠逼到 國會裡面的反對黨 聯合一線 就抓到這個政府 能夠進行一次大選 我想這個是 總理道道多的一個如意算盤 因為到時 真相還未明白 大家都以為 沒有任何證據 也沒有任何報告 說是他有罪 所以可能就會 免他一死 但是大家要知道 民調 很多時候 我們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當然不要相信他 但是民調如果作為參考的時候 在We Charity 在8月的時候 有一個民調顯示 保守黨和自由黨的支持路 已經去到叮噹碼頭 在這個不差點裡面 我們需要知道 這個只不過是一個 夏天 進行的民調 第二是保守黨裏面群龍無首的一個民調 第三 就是在我們的pandemic 這個新冠狀病毒肺炎 政府大灑金錢之後的民調 在這三個條件下進行的民調 竟然都是說 自由黨和保守黨 兩個叮噹碼頭 當9月國會重新再啟動的時候 當這個We Charity的事件 開始再進行調查的時候 如果新上任的保守黨的黨領 是有智慧的話 不立刻去將 這個自由黨拉下台的話 大家可能就會看到 有更多資料出現 我自己覺得 就算不要說 撇開我們的黨派性質 來講 我覺得我們的 國民 如果要在下一次的聯邦政府 聯邦大選的時候 作出一個明智的選擇的話 他們一定需要手上有足夠的資料 究竟這個We Charity的事情 這個醜聞 究竟有多廣 有多深 這些等等的事情 我希望我自己的黨領 希望其他黨的反對黨的黨領 都容許這一切的調查 進行多些才行 再加上 漢生 我們知道 這次總理 拔插鬍的這件事情 其實也是正正令到 這個 政府裏面 在加拿大的國會裏面 千辛萬苦 才爭取到來的 這個加拿大中國 關係特別委員會 是因此而無疾而終的 所以如果要重啟這個國會 就要國會裏面 重新再提出一次的動議 再經過投票 經過才可以在幾個星期後 再回來 所以很可惜 有很多國家裏面 大家要決定的事情 都是因為杜魯多的這個決定 而因此而終止了 Ken 我又想問一下你 似乎 Kenny說到 他們暫時未想這麼快大選 他們想知道 究竟來龍去脈 而這麼值此 這個國會 都可以希望知道更多 We Charity 這個醜聞的內幕 你又怎麼看 究竟民意的支持率 是否真的因為 We Charity的醜聞 而導致 自由黨是大幅下滑 因為我們之前都看到 總理到很多 操守 都被裁定是有問題了幾次 但似乎仍然都能夠執政 今次 特別是新冠肺炎 似乎有很多 市民國民 其實是應該不想這麼快看到 這個投票 大家都很可能 對於新冠肺炎的 疫情 仍然是未能夠 搞定的時候 他們可能是未這麼快 想又有一個 這麼快的 聯邦大選 你又怎麼看 我想這個有很多的變數在裏面 很多的因素在裏面 當然 講到疫情 有些人還未上班 有些人 不想出街 不想投票 所以你說在這個選舉 假如真的要做一個選舉工程 很多時候 拍門都不會 有多少會上網 看到多少資料 我想 這個是 是非一般的選舉 假如這個發生 我想每一個反對黨 都會 都會 盤算這件事 還有一件事 就是說 我們講幾個政黨 誰 是 喜歡去 這個時間 適合去 選舉 當然 在聲望高 那時候選舉最好 但是 還有就是 你齊不齊腳 就是說 388個候選人 你齊不齊 你那個籌款 足夠嗎 我們知道 你說新民主黨 其實在一個 債台高足之下 多不多機會 可以再在這次選舉 發揮力量呢 雖然你說不是有那麼多 要拍門的經費 但是另外 Kewback Kwa 也是 Kewback Kwa 似乎 很想有競選 因為事實上 在灰北省 他想 修復失地 當然不同的政黨 有不同的盤算 你說保守黨 Kenny的政黨 剛剛選了 黨令之後 可不可以站穩 他新的影子內閣 我們講的一些 critics 或者是shadow cabinet 會不會可以重組 對執政政府 那個監管 有威脅力呢 這個真的要看 他們的功夫 所以你計一計 如果你三個月內 要做一個選舉 我想那個都不容易 不過 假如這三個月 是做一個選舉 其實對自由黨 是有利的 因為事實上 杜魯多 會不會 繼續去做黨令呢 我自己盤算在他自己的生涯 其實 他自己都會知道自己的生涯有一個限期的 他在裏 怎麼傳給下一個 令到自由黨可以繼續執政呢 自由黨在加拿大的政壇呢 超過十年以上 是很多次的 那你見 可以說他們在管治方面 是非常之有一個經驗 問題就是說 我們國民對監察的政府 對他的政策是否有利於國民 當然 保守黨很強調就是 廉潔和操守的 那麼在這一方面 他可不可以在這一方面打擊到自由黨呢 我想這個正正就是說 加拿大的民主政制 我們的憲法下呢 有反對黨 怎麼去監察的政府 怎麼可以有新聞自由 讓我們去監察政府 那麼我想這個是 正正很重要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 Kennie Kennie 我們國議員都會說 提到就是說 我們的經濟 我們通常會說到民生和經濟 那麼假如現在我們再看過 世界觀 美國和中國 可以說 那個叫做 無論在軍事也好 在貿易也好 那個的 不和 對我們加拿大有多大影響呢 假如我們西方國家 我們五眼 我們歐盟 我們的 NATO 北約 其他都會 完全洗牌再做 那麼我們 加拿大對中國的政策 對中國的貿易 會怎麼變呢 所以加中這個委員會推翻 其實我都覺得 是非常之遺憾 好 謝謝Kennie 大家可能也要留意到 邦惠蘭現在身兼兩職 究竟她可以怎麼升任這兩個職位 大家也要拭目以待 今集時事平台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個星期同一時間 再會 MING PAO CANADA